今天來黑漆雍食的環境條件受到成本器材的影響 讓雍食給經營消息非常辛苦 我們從漏政開始最起碼要三年四年才能夠去修行 所以在這中間的省事的 省米匯所謂成本儘管 大家對雍食這邊才不賺錢 所以感覺沒有興趣來投資 今年有投資的也要去修行 因為雍食成本的條件不好 造成黑漆雍食意願降機 黑漆雞的三兩檢照 年代也影響到黑漆雞的介紹 因為我們漆雞的失修 還要排期所謂的淡漆 最起碼含有幾年比起來 最起碼成長朝一斤啦 大斤成長朝八五塊以上 如果他做好的 最起碼我看最好要朝兩三百塊以上 為了退消美食 撞回拼請專業的長曝齋 改變傳統的作法 夜市或是在一般鬧戲可以吃到的 章魚燒 然後我們把它改良 改良成 拿烏魚去做成丸子 然後就是做成章魚燒的口感 傳統的烏魚米粉 以前是傳統就是煮湯嘛 然後我們今天把它改良用炒的 然後我們用烏魚的肉 肉身去蒸熟以後 然後炒成烏魚鬆 加在那個我們本身炒好的烏魚 那個米粉上面那個增加它的香氣 雖然今年烏魚子的介紹 可能比翁翅館 但是品質不減 靠烏魚燒 為了要拿著 辛苦經營的養殖 退消在地的敵散 特別結合 當然來辦理烏魚子的美食推廣 對我們全國 在社會這裡 有需要我們農業、服務的 大家盡量探索 現在等到時啦 等到時 你因為烏魚子修行是一個時間 你遭過這個時間 它的稅有達到 這個品質就比較不幸好 我當時有吃有賞 還有沒有菜 做水優點問答 政策科技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導